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音及相关的字 我们祖宗对天空观察 发现天空当中不仅存在着太阳星星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天体 跟太阳大小观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白天不出来 晚上才出现 形状不停的变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这样的一个天体,一个存在就叫做月 我们今天知道就所谓的月亮 是我们地球的是一个卫星 围着我们地转动 从东方升起,跨过大地 河流,山川,大海 完了到西方去落下 形状也在变 那么就有了这么一个月的音 祖宗赋予这个月音图画字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画了各种形状的这个月 有圆的,有缺的,还有一段乐的 各种各样的形状 就从一个月,慢慢变成很窄的 因为月还有这个月泉石啊 那么就是很窄的一个边啊 像镰刀一样啊,也叫做月 那么所以呢,就演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月亮这个月子啊 承载是这样一种天体的存在 后来呢,类似于,呃 月的这种形状的,呃 东西啊,也叫做月 那么,你比如说月柄 啊,月柄 它指圆,指圆还是指缺啊 所以含义呢 呃 感觉呢,不是那么统一 有缘,它有缺的时候,它也叫月啊 月形,月牙啊 呃,大家自己去印证 那么这个月呢 呃,这是这种存在 那么它的,呃,运动啊 呃,运行啊 行走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祖宗也叫做叫做月啊 就有了走 呃,走字旁啊 这么一个月子 它的含义呢 表示,呃,升旗跨过啊 从上面,呃,经过啊 完了,落下啊 这个含义 所以这个月子呢 有这么三重含义 那么后来呢 我们人啊 也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动作 你比如说一个小钩啊 小坑啊 我们也是从上去脚升下来 使自己身体过去啊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啊 也叫做月 所以有呃,我们人也叫跨月 通常是腿迈过去 呃,当然了 呃,后来呢 那么有了这个 一些比较大的勾坑 你叫腿跨跨跨不过去 我们需要双腿蹦 跃起来以后跳高 完了会跨得更远啊 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呢 就是用力向上跳起 也叫做月 有主子旁啊 这个月 是指着腿蹦 后来呢 我们就是冲下往上啊 呃,猛力的呃 跳起啊 也叫做月啊 就是月的这个含义 呃,那么这 有了这么两个月子 那么这个月的运作 呃,其实呢 有一定的规律 呃,有一定的这个 好像是背后的把持操控啊 呃,这个控制啊 呃,限制 那么通常呢 它是呃 周期呢 是30天左右 一个呃 轮回一个周期 所以呢 这个月啊 还用作来呃 计量这个量次啊 是30天 那么 还有呢 就是 大概的意思 大概的30天 而不是正好等于 实际上也确实 祖宗呢 观察到它是30天 但是我们祖宗又把一年 分了十个月 十个月就不是正好30天 那多了五天 呃,那总办呢 往往在这个月里头啊 我们所谓的阴历啊 就是月历啊 那么就要每个这30天左右 要进行去调整 所以要呃 什么 五年几润啊 就要要调整这个天数啊 正好跟这一年 呃 墨合啊 呃,相合起来 所以呢 呃,就有了所谓的历法 那么个月呢 有这个时间 30天里才有大概的意思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并且呢 这个月的运作呢 呃,还引起我们 这个这个大海啊 呃,这个 甚至于大的一些湖泊 啊,很大的 那湖啊,海啊 也叫海啊,也叫湖 很大啊 那么这个水 这个涨 有时候落啊 跟这个月有关系啊 其实呢 也确确实实 这是 其实是日月共同作用力 我们今天知道 但是祖宗呢 就只观 就是说 认为这只跟月有关系 所以呢 呃,这个 朝涨朝落的时间呢 祖宗是按阴历来计算 比较精确 从南方到北方 当然呢 各地的这个 有计算公社啊 计算公社不一样 所以呢 祖宗就发现了啊 在这个 月啊 背后有一个机制啊 有一个逻辑 有一个 呃,限制 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理儿啊 有一些道理啊 在里头 那么 这就是啊 月亮所要遵循的啊 呃,这个 运作 把控啊 呃 推动啊 这个月亮 这个规则 所以叫做月啊 有了一个角色旁的月 角色旁的月呢 呃,是因为呢 那么祖宗呢 最早使用了 这个所谓的和丝一样的 东西作为绳子 去搭建 构造这个 架构啊 那么 要捆绑啊 那么其实呢 也是来控制把持啊 呃,限制啊 这些棍子啊 呃,玉啊 等等这些金服啊 各种各样的器具吧 那么所以呢 也要是啊 有一个像 约束啊 控制月亮一样的一个规则啊 呃,一样啊 去控制着 把控制 呃,掌握着月 所以月亮运作的这个 呃 遵守的原则啊 就叫做约 约呢 实际上呢 某种程度上讲呢 就是一个控制 那么后来我们人啊 之间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 人说话吧 呃,要进行这个交流嘛 有一些事情的商量 呃,商讨 所以呢 说出来这个话 大家也就是说 这就有一定的管控力 呃,束缚力 呃,所以叫制月力 所以有约 有这个制约 有束缚 有遵守 有有有 把持 这么一个含义 所以呢 约有呃 自觉的意思啊 呃,自约 通常是呃 约啊 就有自觉的意思 自然是然 就那么做 就像月亮一样啊 所以呢 有这么一个约字 那么这些道理 你比如说 我们通过呃 这个月的运作运行方式 呃,那么制造背后的这个道理 特别是呃 技术啊 能够帮助我们呃 计量时间 还能帮助我们计计算 这个潮涨潮落 那么这一些信息呢 不是月亮 发声告诉我们的 也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彰显给我们 呃,显示给我们 给我们所谓的无字天书啊 我们通过去感应 去感知 观察思考 揣摩研究 而知道的 那么 月亮这种 向我们展示啊 它背后运作的 这个规则的 这个呃 现象吧啊 或者说 这样一种方式 也叫做月 一个口子旁啊 一个口子中间 加一道横 我们今天叫做说了 因为这是实际上和说是一样 我们人啊有 嗯 有了语言嘛 之间交流这些信息 啊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是 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么 月呢 它不是来跟我们讲 没通过声音 只是想展示啊 我们通过观察就知道 所以呢 它是彰显出来 展现出来 所以就叫做月 后来呢 因为我们人类之间 彰显展现 弄明白是通过语言 我都没有语言文字嘛 那么呢 明白的 所以呢 就有了 说话 因为你是也是明白吗 整明白吗 弄明白吗 呃 讲出来吗 分享出来吗 所以也叫做月 后来说话也叫做月了 呃 当然今天不不 不那个啊 呃 不是这么说 但是呢 呃 含义呢 就是这个含义 呃 慢慢演变成有动静 也叫做说 所以我们那个说字的说 也读做月啊 甚至于把那个言字旁 说字的说 去掉言字旁 也叫做月 意思是什么呢 那是 展现出来 呈现出来 分享出来 弄明白啊 明明白白的 或者是呃 露出来 等通通都叫做月 这是指信息啊 知识 感觉感悟 那么有了这么几个月的的演变 还有一个月呢 就是 嗯 一个门子里面加一个月子 这个是什么 也是啊 也是这个月的含义啊 最基本含义 没有动静 我们有语言 有文字 有图画 我们通过眼睛去看 哎 就能弄明白 所以叫阅读啊 他不需要声音 没有声音 这就是语言文字啊 的由来啊 嗯 无字天书啊 嗯 所以呢 通过观而明白 叫做月啊 观音嘛 观和音是一样了 通过观也可以观到音 所以我们中国这个佛教文化 有观音啊 一词啊 这也都是通 呃 这些演变而来啊 大家自己去慢慢印证考证啊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啊 叫做月观音啊 观音 观信息 音是带信息的啊 呵呵 字也带信息啊 所以呢 去 呃 月啊 没有动静的 我们去月不需要有动静啊 眼看 所以月呢 有看的意思啊 嗯 后来呢 谁月了啊 就是谁看过了 那你知道这个信息了吗 弄明白了吗 和那个月一样啊 无声的信息交流 称之为月 演变出这么四个月字吧 那么有了这么几个月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呃 月啊 我们观看到 观察到月亮时候 那个心情啊 也叫做月啊 什么心情呢 愉快 啊 高兴 为什么呢 通常呢 呃 我们祖宗呢 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通过一天的忙忙 因为月亮只是晚上才出来 啊 忙着这一天 啊 正好到了夜间的月亮出来了 有一轮这个明月挂在空中啊 喝上二辆小酒啊 吃着这个美食啊 那种心境 休息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啊 月亮出来的时候 正是这个时刻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种心境也叫做月啊 高兴愉快 嗯 确确实实 月光呢 也不像太阳光那么强烈 给人一种 这个祥可柔软舒服的感觉 那所以后来呢 还有女月啊 女月就是 后来祖宗又演变出了所谓阴阳 就是这个阴呢 它柔弱软 哎 让人感觉到 呃 一种 和谐 舒服啊 嗯 愉快 高兴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有月子 那个月有两个 一个呢 是其实用心境去感应的 一个心字旁 加个月子 所以叫喜悦啊 高兴 有这么一个月子 还有一个呢 那喜乐啊 乐和乐实际上是一样啊 我们在乐音里头 得跟大家做了分享 所以那个喜乐的乐 也都独自喜悦啊 所以好多人用去纠正这个月啊 月都是高兴 反正月也好乐也好乐也好乐也有高兴的意思 月也有高兴的意思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解读出 像 蕴含在月运作过程当中 这些逻辑 这些真理 这些道理 知道 所有的一切背后有个天道法则啊 总有一切在招控把持着 我们要弄这个东西 这是因 等以后世界没有了 物质世界也湮灭了 我们回到老家去了 整个都湮灭了 我们这全都 什么也没有 没有物质 也没有非物质 什么都没有 这些什么音啊 字啊 和没存在一样 所以有人说什么 这是假的 这有一点 不是说假的 这总归会去空 又会 回归的 那个时刻 那个时段啊 所以呢 大家用这个 去慢慢的去印证吧 那么就是高兴啊 因为 劳累了一天啊 守着一轮明月啊 那种心境 光又不那么 刺眼啊 呃 模模糊糊 那种所谓的朦胧美 叫心境感觉 高兴啊 有这么两个月子 那么还有就是金月 金月呢 我们在前面说 这类似于月型的一种工具啊 辅月勾插的月 那么还有一个呢 月 月池 也读着钥匙啊 金字房的月啊 说这个 锁月啊 锁月 锁的那个月 锁月就是锁的那个 卡口 跟那个月宿的月是一样 就有一个操控把持 舒服着它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金字房一个金加月啊 是指这么一个含义 还有一个车月 车月也可以说木月 那是怎么回事 就是祖宗那个时候有了车 车呢 那个轮子和这个轴顺起来的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销子啊 销子插上以后 能约束着这个轮子啊 不让它掉出来 那如果是呃 没有那个东西 那轮子可能转转就跑了啊 所以车不能行啊 轮域里头有讲 那么就指着这么一个销子啊 嗯 销子呢 最初是木头的 后来呢 有金的 所以也有金月啊 后来金 木头的没有了啊 就改成车的 就车专用的 这个销子 固定这个轮子 约束这个轮子 攻着这个轮子的 车轮子的 也叫做月啊 车月 车无月 能不能行 能行 最后倒塌啊 轮子跑了 丢了 十轮子了啊 有了这么一个车月 也叫木月啊 月子 那么还有一个月呢 就是 今天啊 叫广东吧 是广州的建成 那为什么那一代呢 那以前我们祖宗那个地方 嗯 人比较少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 也就是大概是 北约23.5度是多少吧 呃 就是北回归线啊 为什么呢 实际上月啊 和日啊 运行的轨迹啊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往往会实现 日时月时啊 那么 由于地球的自转吗 尽管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啊 呃 月球围着地球转 但是呢 它总是在 大概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在南半球 北半球观测的 是不一样的 北半球是东升西落啊 东半球 南半球呢 是 呃啊 呃啊 也算是东升西落吧 但是呢 是右升左落 在北半球又面对这个月嘛 那么是左升右落啊 有这么一个变化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月亮也正好和太阳一样 就是呃 北回归啊 线和太阳一致啊 太阳呢 正好在这个人类在地球上吧 头顶上啊 大概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线 这条线叫做月线 所以我们叫越南啊 越南是这条线的南面啊 那么这个线在哪呢 在越啊 就是今天的所谓广州啊 其实那一带吧 那其实以前都叫越 我们今天有广东 广西 呃 什么呃 云南等等 其实我们 中国古老的这个土地 也就是这一带啊 有这么一个 呃 现象 所以今天呢 只是指越啊 呃 指指这个地方 实际上日指的太阳 不是月亮正好在这个地方 垂直的啊 有这么一个月子 那么还有一个月呢 就叫山月 山月怎么回事 实际上祖宗也知道 那太阳和月亮 不一样啊 月亮呢 肯定是离我们近 呃 呃 呃 看着大 其实通过观天象就知道 因为能形成 月时和日时吗 这就原理 祖宗慢慢也都摸清楚了 那么 离我们近 呃 往往呢 那通常是指月高啊 月亮高 那个高度呢 往往就太阳离得远嘛 我们祖宗觉得在山上啊 呃 就可以 呃 山很高啊 形容山很高 在这个山顶上就可以摸到月亮啊 所以有有有有些故事 说把月亮摘下来玩玩 哈哈 那就是山高 能 呃 烂月啊 能够摸到月 接触到月 离月亮比较近 可以啊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样的山叫做月啊 有高大的山 所以叫山月啊 有了这么一个月子 所以我们有三山五月嘛 中国有五月啊 呃 东西南北中月啊 那么三月 后来呢 因为这个 从慕容城上讲 这个高大的形象啊 通常 呃 是指着 这个 自己啊 配偶 或者是 呃 妻子啊 或者是这个 呃 大火过日子 这个女性的父亲啊 呃 呃 有一些故事啊 叫做月父啊 说是指着这个人心胸安大啊 高大 伟岸啊 所以 也是叫老丈人吧 叫老丈人高兴啊 有了这么一个月子 那么 当然了 祖宗 嗯 习惯了 啊 就是有 呃 木月啊 有 这个 这个 王月啊 王月啊 说和月光一样 闪着闪着光的这个玉啊 呃 也叫珠啊 所以就是呃 因为月亮啊 哼 祖宗就觉得 它是 呃 一种玉啊 挂在天上 一块大玉 哈哈哈哈 一个 大天体 嗯 都是玉 所以确实是 呃 光 和那个月啊 都差不多 啊 所以有王月啊 就是指着这个玉 像 因为它像一个珠子嘛 所以 玉珠啊 也叫做玉 还有王月啊 呃 有 木月啊 还有 呃 其他的一些月的吧 嗯 祖宗都 呃 整出来的啊 实际上描绘呢 呃 就是类似于 呃 月亮 那么一个形状的啊 你比如说 有一个月啊 那个这个 符月沟叉的月 那个木头啊 那个 跟这个月啊 那个斧子 绑在一块儿啊 那个形状啊 也是呃 木 月的木柄啊 也叫做木月啊 基本上现在都不用了 好 关于这个 呃 月音啊 及相关的字啊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都电话 我尝不得了 我一直在看 这一股